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即市攻略这个环节 继续有Stanley 在这里解答大家证故方面的问题 Stanley 你好 看看市场,升233点,28220点 升282,000点,但成交407亿多 其实很厉害 都厲害 不過是 剩下一天半 大家都自保活躍 但我看股份表現 昨天我就撐中1347 但我沒有買下去 你又撐中 我想買這隻 本身中芯好像很厲害 我聽Arnold說 他喜歡1347 多一點 再去看 又看中芯 但不知道是4 沒有買 應該是別人恐慌的時候要貪婪 今早橫半導體還是倒跌的 昨天都不恐慌嗎 其實真的不算很恐慌 因為都是在28000 樓上 是啊 真是 好了 現在再回上去 剛才說了ATM 那些部署 這些是中長線的 我都很認同 不用這麼快去買 不只差一天半 可能在新年假期之後回來 才再猛未遲 第一 你要捱過新年假期 你怎知道疫症有什麼特別 有什麼特別的新聞 美股方面又不知怎樣玩 中長線那些 我就覺得可以等下 但如果短線一點 可能搏一天半 可能太短了 真的很短 但是如果純粹不是一個中長線的部署 買這些還能買得過呢 就是半導體股 中芯 為什麼會選這個板塊呢 其實是因為 它和疫情的關係 似乎真的沒有什麼 沒有 你說這一堆股份 會出現什麼狀況 因為資源升得太多 當你的市場有些震待的時間 你會自自然然 接著你不一定是一些人出局 很簡單 當你一刻這一刻 你不知後市的演化會怎樣走的時候 那你就有很多理論 那些投資者可能剛剛提及到 既然我賺到幾個開 撿了才行 那我可能有些 那我先放到 都可能可以再等一等 但是有些心急的投資者 可能是短炒的 現在見到勢都不好 對老的時間 就先沽了它 很正常 所以就會出現這些狀況 而且 現在只剩一天半的時間 現在你說是否一個 即是馬尼駁 可能駁新年之後 你說駁去那一刻 爆上去行不行 第一 新年後 沒有人說一定會爆上去 而就是 你要記住一件事 其實市場 是有兩個風險 第一個 當然是現在的疫情 那些因素 你也不知道 第二個就是說 你不知道 Donald Trump會震慶 對不對 你記住 這個是一個 我們是農曆新年 是 美股仍然是trade 沒錯 所以其實你要預計 就是Trump會不會突然間 又說些什麼 或者譬如你以為 當然是美股 美股升的時間 我們可能未必跟升 美股跌的話 我們又跟跌 所以其實 你問牌面上看的話 其實真的 我覺得 我覺得 我現在是會有一張紙 一陣子 一陣子出去看看 抹著我什麼股份 我覺得可以留意一下 是 但是我還沒用手 等一下 我覺得真的不算很急 不過 怎樣也好 你說現在這些市況 有些朋友可能心急 昨天可能都說出了貨 不奇怪 都讓我開心 不過 都是那句 現在市風高浪金 現在升三百 現在升二百多 現在升二百多 接著轉到頭 可能有些什麼消息的時間 可能轉到頭 突然怎樣也不奇怪 所以 沒有 都是逐少少看看 這樣 好 不如聽一下電話 先 梁太在電話旁邊 梁太你好 你是 你好 想問哪隻股份 我想問過二、三、一、八 昨天放了二十六萬磅 這麼快想買回貨 是這樣的 所以說 有時心急的投資者就是這樣 是不是 沽完了 但你也好 你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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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個嶺沽了 被現價為高 但是你說 現在想著買回它 行不行 沒有說不行 但是 只不過 都是那句 不用這麼心急 其實 其實我覺得 平保這一轉 其實你看它走勢的方面 都是幾 都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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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容易看的 可能是駁兩元的 對 如果這個買得去的話 除非你好像駁它之前的時間 它升穿一百元這個位置 衝上 而且甚至乎衝上完之後 可能再有些突破 但如果你不是的 純粹你看它走勢方面的話 其實第一回合 看看它九十十元這個位置 能否記得穩 你再看高一點 還可以考慮 但是現在這些位置 好像有些不上不下 這位博 好像沒有直撥 所以其實 家庭觀眾 如果你本身是沒有貨的話 不如 我再等等先 不要這麼深刻 過了年先 昨天才說 害怕抓快 李培潮 只是害怕 自己站在上 剛剛有最新消息 我都說這陣子看著消息 剛剛說 澳門一名52歲 女子確診武漢身形肺炎 到處走的了 是 但是 剛剛的消息 所以你想想 其實你預料 不斷會有這些消息出現 所以 好像內險庫這些 不要駁著 不要內險庫 如果出現這些消息的時間 豪賭鼓也要小心一點 對嗎 你說豪賭鼓原先 大家都希望 可以叫做 叫做 這個叫做 新春假期的時間 多些人去澳門 賺錢 但是現在這樣 真的 大家要小心一點 是的 蘋寶暫時可以 引引手 反正吃了壺的時候 可以 起碼等到過年 我都是覺得 真的不差我一陣 除非你說玩卵 你玩獻星公開的話 現在一日半時間 因為你現在要繼續試 其實波幅很大 你說這樣玩卵的話 我覺得還可以 但是玩正股的話 無謂駁這一下 好 這一下的直播率 真的不要直播 好 梁太 放了2318 就不要管它 看一隻豪賭鼓 現在剛才叫做 孟魚隻銀魚 突然間都掉了兩格 好 不如又聽多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胡小姐電話旁邊 胡小姐你好 早上 胡小姐你好 我相信是1157 和3800 都沒有過 我想問是哪個價位去買 問得好 這兩隻都可以想想想 港交所都是在觀察名單內的 沒錯 本身它落到20天線還是10天線 268元左右 希望可以落到 你268元買的 我想要再低一點 再低一點 我想要260元才買 那我短墊 我不是 我不是 那也是 對 268.98 差一點點 還未碰到 那我看看胡小姐送誰 如果268買第一住貨 如果再跌到260元 買第二住貨 就OK OK 很簡單陷你 這個問題 但是第二個就是 中聯重科 中聯重科 其實這位是吸引的 回到六個半樓下 這些環區間的位置 都可以吸引 那些重科 今年的前景是怎樣 中聯重科 有去一些 有去一些 真的確診了 獨特性 是啊 現在本身去做一些重研的 那些叫做起重機 做裝屋 你說 沒錯 那件事 這件事真的對它的幫助會大 所以就變了 六個半樓下 其實六個四樓下 六個四樓下 假設再試回六個四的位置 我覺得你可以想一想 我覺得都OK 都OK 中長線心態的 中線 中線 因為始終你說 這些板塊也是 有時候 當你那個經濟狀況 甚至乎 那些基建一一的 不同了 立刻會開很遠 所以都是中短線的 OK 六個四樓下 一手不是很多錢 少住 有得少住便少住 200股一手 是的 第六位你希望買200股 有酒棧位 可能我私奈 少少少少 我都買了 我這樣計 你買200股 大概是1200元 1200元 手續費 你只要升三個百分比 你已經打個和 對 六個百分比 sorry 因為要買賣 那買多一點 好 這些酒棧位多的 多買少少買 對 看食飯 記住看著豪島股 剛剛這個消息 看豪島股 有沒有什麼 我現在都看著1928 27銀魚 升大百分之0.4左右 騰訊都縮了兩 差不多兩元 市場都縮了一些 201點 好 繼續看著市場 都Over了 我們的節目 我都要和Stanley 申報一下 有沒有持有 上述提及過的股份 沒有持有的 好 謝謝Stanley 同時的分析 稍後回來 還有其他直播人士 稍後再見 再見